上期给麦克的广大受害者出的那期698搞定2TB雷电硬盘 大获好评啊 评论中呼声最高的是让老张再给大家测测另外几款299块钱的廉价雷电硬盘盒 但说实话我起初觉得根本没啥必要啊 都是ASM2464的芯片 基本上应该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但老张重粉大家都是知道的啊 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测试市面上所有的299块钱的雷电硬盘盒 看他们有没有雷有没有电 首先就是要搞明白市面上到底有几款299的USB雷电三硬盘 其中真正能买到的统共只有三款 分别是上次测试过的麦卧 还有ITGZ和嘉义 其他诸如奥瑞科挂着299 其实你点击就会发现299的其实是USB3.2的硬盘啊 挂羊头卖狗肉啊 USB4的是499 而阿卡西斯基本上最便宜的是479 而绿莲更是卖到了599 所以真正能够成交的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三个品牌型号 老伙计们买的话不用全网乱找了啊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三款硬盘的对比尺寸 最笨最大的是麦卧 ITGZ和嘉义就像孪生兄弟一样 几乎是一样的尺寸 数据线方面麦卧最短 其次是ITGZ 最长的是嘉义 长短啊 大家各有需求 自己按需索取就行了 但是我提醒大家 你可别不当回事啊 一根雷电4的线可老贵老贵了 咱们呢再看基础类的配件 三款硬盘盒都配备有相变硅脂的散热片 麦卧是一片整体式的 ITGZ和嘉义都是实片的小的 麦卧多了一个铝合金辅助散热片 麦卧比其他两个多了质量很好的挂绳和便携带 SSD的固定呢 也是独特的免螺丝形式 盖板呢 也是免螺丝拆装的 麦卧是设计最用心的一个 没有问题 ITGZ多出了螺丝刀 价值五毛 所以ITGZ自然是螺丝固定式的外壳 以及螺丝固定式的SSD设计 嘉义这个外壳就惊到我了 这也太滑翔北的感觉了 跟一个礼物盒似的 他多出了一张贴纸 可以方便标示出数据的类别 这合格证竟然给了两张 太不用心啊 感觉很山寨啊 是不是要翻车啊 不过嘉义是唯一带有散热孔的盒子 但也是唯一一个 连内置SSD的固定螺丝都没有给的盒子 你这让用二手SSD的伙计们 去哪捡螺丝 参数什么呢 这次就完全不用再说了 都是一样的 都没有主动散热 芯片也都是一样的 ASM2464 咱们插上一一验证一下 卖握 ASM2464没问题 咦 这个ITG内和嘉义插上之后 显示的都是ASM2463 但连接接口倒都是雷电40Gbps 走雷电3毫无问题 这个怎么显示的 咱就不管了 上次很多小伙伴问我显示器的型号 请注意啊 我这是刚又换的新显示器 型号打在了屏幕上 这次我换的可是稀有的5K一线连 并且支持HDR 还他妈的内置网卡 简直就是麦克神器啊 咳咳 跑题了 测试开始 首先是麦握 我这次都采用数据外挂模式 上次测评已经试验过了 系统盘模式和外挂盘模式 在麦克下的速度都是一样的 内置硬盘是PCIe 4的光微E系列 老演员了 在内置硬盘里的读写速度 大约是7500兆币每秒 咱们移动硬盘测试 写入速度轻轻松松 3067兆币每秒 读取速度也稳稳的逼近3100兆币 ITGZ这块写入速度并没有突破3000兆 大约就是2950的样子 读取速度比卖卧稍微慢一点点 但超过了3000兆币 不过这个ITGZ连续读写一段时间之后 有写入速度稍微变慢的一个情况 大概会偶尔跌到2600兆多一点点 嘉义这个有散热孔 咱们看看性能会不会发挥的更好 速度几乎是跟ITGZ一样的情况 也有越跑越慢的一个趋势 并且这个速度的波动确实有点大 我猜ITGZ和嘉义应该是用的相同的通路方案 有内部消息的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一下 搞笑的是散热的表现 首先稳定高强度运行10分钟之后 三个硬盘盒的温度都超过了50摄氏度 我猜应该是所有雷电的硬盘盒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大伙也就不要再老想给这东西散热了 NAND FLASH的特性也确实是在某种温度下的 季度稳固性最好 一般也确实都是在50摄氏度左右 只是你别老没事去摸它 当然了具体温度咱们还是要专业的看一下的 三个盒子里最热的反而是有散热孔的嘉义 最高温度逼近了55度 ITGZ是在52度左右表现最佳 卖握在53度左右 测试的过程中都很稳定 没有出现过掉盘的情况 本期视频没有再说老张视频里面已经说清楚的那部分了 所以对于芯片的详细信息 还有USB4和雷电3雷电4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关系 以及如何把MacOS安装到雷电硬盘里这些事 大家可以点这儿看详细的讲解 本期三款的推荐建议是 都一样想买哪个买哪个 擦你这跟没测一样啊 不会啊 我这是认真测试后得出的结论 结论就是都一样 都一样你就送几个呗 留着干啥呀 滚